这个老爷子不是人 他是古雷格尔行人名叫古雷恩 他和戴拿TV中 假扮戴拿的艳品贾戴拿是否为同一人 导演没有说 大蒙凯格也没敢问 咱们话不多说言归正传 古雷恩是一位武痴 一天不打架就浑身难受 数年前古雷恩来到地球 对的就是能和奥特曼打上一场 从而赚取点打立台赛的生活费 但事于愿违 等了好久奥特曼没有等到 却等来了斯菲亚封锁了地球 古雷恩一时进退了难 回又回不去 在地球上有没有他会做的工作 还有一个女儿要抚养 古雷恩一时间陷入了中年男人的悲哀 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古雷恩的女儿名叫米卡 他仅仅通过几张偷拍的相片 便发现揍大就是德凯奥特曼 仅以此为要挟 帮助父亲古雷恩向德凯发起挑战 父亲当即夺过相片 并将他撕碎 古雷恩不想要挟别人和自己战斗 这就比戴拿TV中的古雷个人高尚多了 但揍大并不同意格斗 因为他感觉这件事情毫无意义 立马有意义的事情就来了 玉米棒的雷德王突然出现 雷德王还是很讲武德 丑了丑大厦中没人 于是将大厦连杆拔起 对着另一号就投掷过去 大厦轻磕砸下 差点砸中围牵下 面对来者不慎的雷德王 揍大大手一挥 无垠大母从天而降 对着雷德王一个野门冲撞 将其放倒之后 无垠大母也消失不进 雷德王还没反应过来 刚刚是个啥 古雷恩和米卡急速赶来 爷俩一看来活了 展示 刺根力柱将立台打好之后 老爷子拉风的大手一挥 巨大化古雷恩从天而降 就这样出现在立台的中央 在古雷恩自爆家门之后 雷德王很明显不服气 古雷恩憋了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的大干一场了 在对着雷德王狂垂几拳之后 一个挑衅激怒雷德王 一个冲撞 只见古雷恩四两拨千斤 就将雷德王拍翻在地 老当义撞的古雷恩 又是一脚飞踢重创按雷王 古雷恩毕竟年纪大了 有点老年病 看他病要他命 雷德王也不傻 猛然一撞将古雷恩撞翻在地 副队长虽然有点懵 但队长深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下令全体队员火力全开 压制雷德王 古雷恩得以喘息抓起雷德王的尾巴 随后就是一个高速的旋转 最后雷德王又被重摔在地 古雷恩气喘吁吁 雷德王一看这家伙不好对付 于是便匆忙的跑递 最后遁地而逃 面对人类疯狂的喊古雷恩的名字 古雷恩又感觉自己能行了 他要挑战德凯 一日 爷俩来到胜利队总部下战书 队长一听 德凯在哪里他也不好说 不过我们胜利队队员可以和你练练 古雷恩嘴伤虽然是拒绝的 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回到家就和女儿操练起来 胜利队员也没有闲着 个个都撸起了铁 不过老爷子这个俯卧撑有点不大标准 就在队员们加强训练一周之后 这场公平的对决终于开始了 胜利队员不按套路出牌 飞机大炮伺候上 任备于古雷恩公平的对决 古雷恩又一番自爆加盟之后 在队长的命令下 避免人员对着古雷恩密集地开火 这老爷子是否有受虐倾向 空中的战绩也毫不留情地扫射 纳斯第四号一炮之后 古雷恩被炸了一个猎起 此时脚下的地面开裂 砰的一声之后 斯菲亚合成兽爆米花雷德王卷土重来 升级的雷德王就是牛掰 古雷恩瞬间被顶了出去 揍大反应迅速 救下了米卡 此时的揍大不想着消灭雷德王 而是大手一挥化为德堪之后 对雷德王一番锤打 想把他推出内坦 队长本想暂停比赛 但德凯拒绝了 看着德凯如此坚定 队长心想 你真是看热闹不嫌势大 于是胜利队对着古雷恩 又密集地扫射起来 这绝对是奥特史上 最滑稽的一场战斗 德凯在拼命地对战雷德王 此时的雷德王遭遇惊飞比 几拳之后一个怒火 就将德凯攀了出去 强壮德凯发起反击 攻起右路 一招直拳 雷德王被捶了出去 就在德凯近身之际 一个雷电防护 将德凯硬生生地给顶了回来 红灯开始闪烁 古雷恩一看德凯吃饼 于是要求暂停格斗 古雷恩飞成一跃 再次将雷德王一脚踹飞出去 黄毛传来好消息 海帕森激光终于研制成功 只见19号一个合体之后 就在哈乃尔发射之际 就发现德凯与雷德王纠缠 古雷恩设计为人的精神 前置雷德王之后 将德凯推了出去 古雷恩前置雷德王后 对着胜利队大喊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队长一听 开炮就开炮 海帕森激光猛人射处击中雷德王 德凯趁机化为奇迹型 他用双重剑释放出三只胶囊怪兽 三只怪兽围住古雷恩后 将他营救出来 爆炸传来 雷德王葬身在火海之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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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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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